说实话 音乐园计划第四期真的看得又心塞又欣慰又焦急 真的有点难受 感觉这期发生了好多事 又好像并没有什么事 为什么说看得又心塞又欣慰又焦急呢 都是因为这三个人 这一期薛之谦回归歌手阵营 所以歌手这次人有点多 分别是薛之谦 张亮颖 周深 单一纯 陈立农 刘端端 黄紫红帆 黄家阁 孟家 门尼 这应该会是一档节目歌手最多的一期吧 开始看标签选歌的时候 有一个专属标签引起了众歌手们的注意 就是第三个标签 我只为你而来 这个标签让大家都非常好奇 那个你到底是谁 周深更是说了一句 别人选他 他不会选 周深在这期选歌也摇摆不定 他看中两首歌 两首歌都被提前爆灯了 咱俩什么CP名 咱俩 月子 越来越红吧你们就 哇 天呐 怎么那么有梗 不好吗 好 就叫这个越来越红 一首是钟天力的《至于你有关》 一首是董家红的《足够》 他知道足够肯定是薛之谦要唱的 最后就接来就接去 最后他选择找钟天力争取歌曲 而他最后也成功争取到《至于你有关》 看的时候非常替周深着急 怕他这期每歌可唱 这个标签的原创音乐人董家红 带来了一首从200多首歌曲里特意为那个歌手而挑选的足够 果然这首歌曲非常贴合现场的某位歌手 当董家红唱起这首《呆猛》 众人马上听出这首歌是为谁而写 董家红为谁而来 这个人就是薛之谦 不只歌手们听出来了 观众也听出来了 薛之谦更听出来了 因为一听就是薛之谦风格的歌曲 有的像薛之谦的一首歌 而众歌手也因此把薛之谦连人待遇地推到爆灯区 可是薛之谦还是没有爆灯的想法 但是陈丽诺忍不住了 他想唱这首歌 所以他果断地爆灯了 而张烈颖更是和薛之谦说像老赵的歌 老赵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谁吧 薛之谦也点头表示认同 最后董家红唱着唱着都哭了 也告诉大家他确实是为了薛之谦而来的 但是看薛之谦的表情并不太想抢歌 但是大家都让他一定要唱 大家去和歌手谈的时候 薛之谦其实还在纠结 但最后还是想先去和原唱音乐人董家红谈一谈 在此之前周深对薛之谦说 如果薛之谦没有给他唱片 决定不唱一定要告诉他 因为他也很喜欢这首歌 而董家红也决定 如果薛之谦不唱他的歌 他就离开 他这首歌只给薛之谦唱 薛之谦进了董家红的房间 简单的寒暄后直奔主题 薛之谦直接问 如果我今天没有选择你这首歌 你会不会给别人唱 董家红斩钉截体的说 我不会 可能想到这儿有点道德绑架的意思 所以解释了原因 说只为薛之谦而来 也为薛之谦而走 这样薛之谦表情都沉重起来 薛之谦又问 如果他没选择会不会受到打击 董家红说不会 能让薛之谦听到他唱这首歌 已经是最顶的了 最后薛之谦还是被打动了 选择辛苦一点 演唱这首为他而做的足够 这样董家红欢喜不已 而最后董家红也因此同意 陈立农也演唱这首歌 不管是薛之谦还是周深 最后都非常好的演绎了 他们选择的歌曲 这首歌的歌曲